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1951年 一位美国黑人妇女海瑞塔拉克斯 因患癌医治无效后死亡 然而她的癌细胞却被救活了 而且永远也不会死 这位黑人女性已经去世了69年 但她的细胞还活在这个世上 这就是著名的海拉细胞 也被称为永生细胞 不仅如此 海拉细胞还为医学界做出了很多贡献 它被广泛地应用于肿瘤研究生物实验或细胞培养 已经成为医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 癌细胞是一种变异的细胞 是癌症的病源 它与正常细胞不同 有无限增值可转化和易转移三大特点 正常细胞一般具有一定的最高分裂次数 如人的细胞一升值能分裂50到60次 然而当细胞癌变成为癌细胞 它就不再受到最高分裂次数的限制 在适宜条件下 癌细胞能无限复制 成为不死的永生细胞 那既然癌细胞如此强大 我们能不能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对癌细胞进行改造 保留它无限复制的能力 并加以节制 同时又让它作为正常细胞去工作 以实现人体的永生呢 答案是无法实现 或者说以我们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实现 而且这种技术本身就极具危险性 一不小心就可能酿成大祸 比如《我是传奇》这部电影里的设定就是这样 人们本以为发现了治疗癌症的方法 结果却引发了丧尸病毒 直接导致世界末日 只有极少部分自带抗体的人活了下来 大部分丧尸电影讲述的通常都是在病毒爆发之前到爆发之中的故事 而这部电影却剑走偏锋 讲述的是末日灾难后幸存的那个人要如何度日的故事 在电影里纽约变成了一个人的荒岛 身处期间观众看到的末日习惯对男主角来说 却是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和绝望感 威尔史密斯很好地把那种全世界只剩我一人的悲凉感展现了出来 堪称淋漓尽致 故事开始在三年前 一个据说能治愈癌症的医生上了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在节目中他宣称自己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病毒疫苗 可以通过驾驭病毒来治疗癌症患者体内的癌细胞 经过一万多例的临床实验 这种病毒的确可以杀死癌细胞 人类终于有了一种能够治愈癌症的药物 大家都以为这个医疗成果将会带来无数的喜讯 但却没人预料到它背后的隐患 更不会想到这个所谓的疫苗居然会导致世界末日 不久后病毒开始变异 这种病毒在变异后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它无法停止 不可逆转 也不能治愈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并不是由自然界中带来的 而是我们人类人为创造出来的 受感染者在初期会显露出狂犬病的症状 全世界90%以上的人都因此痛苦的死去 而剩余10%的人则会得到两种结果 一种是会变成极具攻击性的丧尸 夜魔 它们对光非常敏感 不能在日间出行 只能夜里出来觅食 另一种则是像男主一样 靠着体内的自然抗体 不会被病毒感染 但这种幸存者的比例还不到1% 三年后 纽约已是面目全非 野草疯涨 成为了半个动物世界 整个城市只剩下男主和他的狗子 无人的街道空荡的家里 只剩一个人飙车 简直爽到飞起 这个画风总有种开局一只狗装备全靠捡的感觉 这天男主和自己的爱犬出门勘察情况并打猎 正当他盯上一只麋鹿准备猎杀时 突然出现了一头母狮子抢走了他的猎物 他准备向母狮开枪 一旁却又出现了一头公狮和幼狮 他们应该是那头母狮的家人 男主触景深情 就放过了他们 男主的生活可以说是无尽的单调与孤独 白天他在地下实验室里研究解药 在城市里游荡 反复看着几年前的电视节目和电影聊以度日 晚上他紧闭一切门窗 抱着狗子躲在浴缸里 紧觉地度过夜魔嘶吼的一个个难眠之夜 这样孤独到发疯的生活 男主已经过了三年 三年前病毒刚刚爆发时 男主作为军方知名的科学家上校 负责了纽约的防疫工作 他也因此有机会利用特权送自己的妻女出城 然而他们的直升机刚飞起来就出了事故 在丧失疯狂的影响下 与另一架直升机相撞 直接击毁人亡 而男主亲手把妻女送上直升机 又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离世 他的内心悲痛不已 即使过去了三年 他还会经常梦到那天的场景 之后男主发誓要留下来 找出消灭病毒的方法 他有两种技能 首先作为军人 他有着不错的体能和搏斗技术 在独自一人的生活里 他仍然保持高度的自律 每天坚持大量的体能训练 其次作为科学家 他是病原体研究的知名学者 外加上自己的免疫抗体 能够不断地做实验 直到研发出治愈病毒的解药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历了三年无数次的实验之后 在众多注射过实验疫苗的老鼠中 终于有一只出现好转 他的攻击性明显减弱了 虽然这还不能代表解药研究成功 但这绝对是通往成功的一大步 在这种极端孤独的情况下 正常人可能早就发疯了 男主倒是别出心裁地 找到了排解孤独的方法 他每天都去音像店里租赁电影 并且给那里的每个假人模特 都取了名字 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 给自己制造出 还活在正常社会的假象 遥以安慰 他会驾着广播车巡游城市 向外界散布自己还活着 可以提供帮助的无线电信息 希望还有别的幸存者能听到 除了每天重复做这些事情外 男主也在纽约这座空城里 得到了一些有趣的自由 比如这天 他在航母的战斗机上 朝着陆地打高尔夫 然而状况突发 狗子看到了猎物 他追了上去 男主也只能跟上 一路狂奔 狗子追进了一间黑暗的仓库 这里显然是夜魔们绝佳的藏身地 男主在外面急得满头大汗 最终他还是决定进去救出狗子 在一番搜寻后 他发现夜魔们果然在这里 幸好他们正在沉睡 接着他终于找到了爱犬 却也不小心惊动了夜魔 送上门的食物 夜魔们自然是穷追不舍 好在男主及时撞破了玻璃 跳出窗外 其中一只夜魔跟着冲了出来 没过多久就被阳光直接烧死 剪灰一条命的男主 想起自己在老鼠身上的实验进展 于是打算抓个夜魔回去 进一步做人体实验 他心生一计布置了一个陷阱 放上诱饵后 等待片刻 便顺利抓到了一只女夜魔 奇怪的是 此举竟引起了夜魔boss异常的愤怒 他顶住阳光的灼伤朝着男主一阵怒吼 男主对此也是一脸疑惑 在他的想法中 丧尸都是没有感情 不会思考的行尸走肉 怎么会出现这样情绪化的举动呢 无论如何此地不宜久留 男主先把女夜魔带了回去 并注射了最新研发的疫苗 情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慢慢好转 这只夜魔正在逐渐变回人类状态 但突然 夜魔开始拼命挣扎 随后便没了心跳 眼看以为实验成功的男主一阵叹息 为了不让好不容易抓回来的夜魔就这样死去 他给他重新注射了丧尸病毒 让他回归到夜魔的状态 第二天 男主如往常一样巡游城市 但这次他却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原本应该在音像店里的假人模特 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马路中央 假人怎么会自己动呢 大惊失色的男主朝着假人连开竖枪后 才冷静下来 他走上前去查看情况 突然就被吊了起来 原来他踩到了一个陷阱 而且这个陷阱基本就是昨天他做的那个的翻版 因为被吊起来之前后脑勺受到撞击 所以慢慢的他陷入了昏迷 而等他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天马上就要黑了 最后一次阳光即将消失 世界马上会被夜魔统治 他赶紧拿刀割断了绳子 落地时却又被刀子插伤了大腿 但现在没有时间多做考虑 几只丧尸犬已经冲了出来 他们被拦在黄昏的最后一次阳光前 朝男主疯狂地怒吼着 阳光很快消失 他们冲了上来 与男主和他的爱犬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搏斗 最后虽然男主拿枪击杀了他们 但他的狗子却也被咬中受了伤 即将被感染变异 男主抱起狗子急忙回到了家中的地下实验室 给狗子注射了还未研发成功的疫苗 祈求上帝不要夺走唯一陪伴自己的爱犬 他抱着狗子坐在地上 给他唱起了歌 不一会儿后 他发现狗子的毛开始大面积脱落 其他地方也出现变异的征兆 但是他还是下不去手 直到狗子出现了很强的攻击性 男主抱着狗子的手才开始慢慢收紧 他红着眼咬着牙 怀中疯狂挣扎的狗子慢慢的没了动静 就这样 他亲手勒死了这三年来唯一陪伴自己的爱犬 他不只是一条宠物狗 他更是男主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和寄托 爱犬死后 男主受到了莫大的刺激 他失去理智 一心复仇 天黑后就驾着车冲出去跟丧尸们展开了自杀式的报复 这阵仗完全就是没打算活着回去 然而就在他马上要被夜魔吃掉之际 原处突然出现了一束强烈的光线 丧尸们被驱散开 这场景仿佛是上帝显灵了 男主在这刺目的光芒中依稀看到了一个女人 之后便不省人事晕了过去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到家了 原来是一对幸存者母子救了他 时隔三年再次见到人类的男主都已经忘了该怎么和人类交流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女人告诉他自己和儿子是听到了男主的无线电才赶了过来 并且他劝男主一同前往幸存者的聚集地 但男主却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幸存者聚集地 他还是决定留下来继续研究解药 虽然双方各执己见 但毕竟同为人类 他们还是度过了相对放松的一个白天 直到夜晚的降临 男主像往常一样关好门窗 但今晚外面好像有什么别的动静 原来由于昨晚女主带着男主回来的时候 天还没有完全亮 而且也没洒消毒水 导致他们暴怒了踪迹 于是丧尸首领带着丧尸群找到了男主家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男主用尽了自己提前准备的所有手段 都阻止不了疯狂的丧尸群 最终三人被逼到了实验室的钢化玻璃背后 丧尸首领即将撞破玻璃 并在玻璃上画了一个蝴蝶形状的图案 此时男主才知道这个首领不仅拥有智慧 也拥有情感 那个女夜魔就是他的家人 他是为了救自己的家人才做的这一切 出人意料的是 此时导演来了个高难度操作 他设计了两个结局 出品了两种电影版本 之前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 可能只是看了其中的一种结局 在第一个版本的结局里 男主从即将康复的女夜魔身上抽取了血清疫苗 给了那对母子 让他们躲在暗道里面 天亮后再出来 而自己则引爆了首雷 和在场的夜魔们同归于尽 最后母子俩带着这份能治愈全人类的血清 来到了幸存者聚集地 而男主也因此成为了传奇 在第二个版本的结局里 男主选择把女夜魔还给了丧尸首领 并给他注射了丧尸病毒 使他再次恢复成为夜魔 因此丧尸首领也就放过了他 第二天男主和母子一起离开纽约 前往幸存者聚集地 寻找新的希望 影片到此就结束了 男主靠着拯救人类的信念 苦苦支撑了三年 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解药 希望把丧尸变回人类 但实际上 此时的丧尸根本就不需要拯救 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物种 有自己的社会体系 这才是导演将电影分成两个结局的原因 从这两个结局出发 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观点 在第一种结局里 男主选择牺牲自己 解救母子和全人类 这的确是一条光明大道 也让他在未来成为了传奇 但如果我们细想 就会发现这是好莱坞动作大片的一贯套路 展现的是简单粗暴的个人英雄主义 而在第二种结局里 男主发现夜魔们在变异的过程中 从没有感情到变得有感情 从没有理智的杀戮到变得有智慧 他们也慢慢发展出了社群 从人类变成了另一种物种 他们有着秩序 有着爱 也会宽容 而这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于是他选择妥协 选择离开 这个结局里 男主没有成为传奇 因为他领悟到自己并非传奇 而且人类也不能以 统领自然界的传奇来自居 同时电影里暗藏了不少的隐喻 首先开头的纽约街景里 有一个破旧的宣传海报 上面写着 上帝依然爱我们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我们依然爱上帝吗 结局后仔细数数 你会发现整部电影的时间就是七天 正如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用了七天 其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影片中 蝴蝶出现了九次之多 不要以为蝴蝶是代表希望或者破茧而出之类的 其实在西方国家的信仰中 蝴蝶代表的是舵天使希拉 他是杀手的化身 上帝经常派他去执行杀戮的任务 比如末日审判的前三天 他参与并杀掉了三分之一的人类 第一次蝴蝶出现在影片开头的海报上 第二次病毒刚爆发时 在车上男主的女儿说 你看蝴蝶 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比划出蝴蝶的手势 第三次 男主带着狗子在包米地时 狗子看着一只蝴蝶飞走 第四次 男主抓回来的女艳魔脖子上有蝴蝶纹身 第五次 还是男主的女儿 他在上飞机之后 又对男主比了个蝴蝶的手势 第六次 丧尸BOSS在实验室撞出的裂痕 是一个蝴蝶的形状 第七次 丧尸BOSS用手画出了一只蝴蝶 第八次 影片最后 男主脑中回想起了女儿说的蝴蝶 第九次 幸存者女主脖子上也有一只蝴蝶纹身 影片这么多次的出现蝴蝶 就仿佛在告诉我们 这场丧尸病毒 就是上帝派舵天使希拉来造成的 这是对人类违抗自然规律的审判 让我们回到开头时 那个空无一人回归自然的纽约城市街景 如果有一天世界真的变成了这样 对人类来说是极大的灾难 但对大自然来说 却是难得的好事 导演在最后给了我们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相比而言 第二种对人与自然的关系 有着更复杂的探讨 影片也因此而显得更加深刻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咸鱼 一个致力于将电影照进现实的讲述者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